參觀的博覽會還可以順道看場電影 本週上映的電影《歌喉讚》 據說是媲美美國影集《歡樂合唱團》 而提前在9號上映的科幻愛情電影《顛倒世界》 也廣受好評 窮小子和有錢小姐的愛情故事已經不夠看 男女主角這回不只階級有別 還真的活在兩個世界 要相遇得打破地形引力 想想想如果我們想去哪裏 警察 走走走 彼此相連卻互相顛倒的森林和天空 以及宇宙萬物 為了呈現片中的想像世界 阿根廷鬼才導演胡安迪亞哥索納斯 以綠幕結合美術搭設的場景拍攝 耗時兩年半六千萬美金 精心製作 跨越重重阻礙 能讓戀情開花結果嗎 為了愛情 他們展開180度 翻轉重力的逃亡行動 絕對比七夕雀橋還要驚險刺激 然後我會做 媲美當紅影集歡樂合唱團 一群大學新鮮人為了贏得大學合唱比賽的冠軍 展開了一場最瘋狂的青春歌喉戰 電影根據GQ雜誌資深編輯的同名報導改編而成 他花了一年的時間來報導美國大學競爭激烈的合唱團競賽 上映後果然獲得廣大迴響 本週在北美票房以一千四百七十萬美元排名第三名 包括好萊塢新生代女星安娜坎卓克 和曾在伴娘我最大中表現出色的澳洲女孩瑞貝爾威爾森 飾演的胖艾美也非常詳細 看她們如何帶領合唱團擺脫傳統舊規 以創新潮流的歌聲獲得眾人掌聲 語語語語語語尖鑲